大家好,我是唐哥,今天我再起来呀,我在网上说,讲这话,有人说,故事,金唐哥,我是吃喝,也是八个人家,我必须要来一两个人吃。 你又回到美女老板,对吗?喝汤,吃肉帅菜,先喝汤,大半多少钱呢? 好,我到后面看看 这是怎么吃的 合糖蒜菜 主要是合糖蒜菜 给我吃的那个不一样 高不高一大半 好嘞 跟那个不一样嘛 给我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肉压吃的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 我也管你今天就是 看起来把那个脑子 然后 我管你那时候应该七万多分 今天又遇到这个 我的粉丝了 那是我铁粉 七万多分 现在一百多完 真难 三年钱就换住 就是三年钱 他就弄了个脑子 好 我过来我们小喝一杯 炸一杯 看这个刀供不是一半熟 你干几天了 七年了 干七年了 干七年了 对 三个都能称这个 对 是多少钱进来 四五亿 一样大小分也是 哦 四五亿能称 对 能称 你还可以 共拼共争 你就是整个一只鹅都有油 都有 鹅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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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肢 鹅肾 鹅肾 鹅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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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不吃金汤 喝着汤 不要花辣椒呀 为辣为助 老板娘这个就 我们要假如点菜 素菜是另外算钱对对对 因为咱们这个鹅挺贵的 因为它比较健康 是个成本价 我来看看这个蒜菜 故事老鹅他 跟其他人喝就三个人 包三瓶酒那样吓人 每个一瓶 你看 饿来啦 饿来啦 好的 吃饿 好 我知道了 他这卤过了 又放在这里 就得一整只 扔进一串 四十五一斤 这野瓜是会的 你看 回来点点个素材 帮他一串 来 看一下 我没吃过 这师傅的网友 还是世面天下鹅的 我都没得过来 我吃下小店吃 也好 好想吃 我们现在帮你吃 打你吃 拿着吧 看 动动 来 哎 黄色 好 然后媒体老板娘我上去 我还要看他又讲了 只要有媒体老板娘 他就必来报道 哈哈哈哈 曾经那时候 我们在中国的地方 一大锅 素菜奶不汉也还可以 就是五块 六块 八块 我们去炒素菜蒜的 我们去炒素菜蒜的一二两 和他素菜蒜的一二两 说菜蒜的那个是蒜蒜的 它是蒜蒜的那个是不可欠的 我把你吃蒜蒜的 放蒜蒜的给我们吃 素菜那个是十多年 是一百七 一百七是饱饭 单人饱饭 这个呢 一大份才一百四八 不一样啊 好吃好喝,我可以 这什么呀? 这是虹虹老家店过来的,虹虹老家就是面蛋 这个是炒鸡蛋,炒鸡蛋,炒鸡蛋 炒鸡蛋,炒鸡蛋,炒鸡蛋 老家在那里 来,来吧 来,弟兄,干杯 来,来吧 今天,干杯,炒鸡蛋 炒鸡蛋 吃饭 天啊,你吃饭 吃饭 吃饭 你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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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吃的 这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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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金汤老鹅 就是用老鹅烫 和老鹅油 混出来叫金汤 这是河南故事特色 好吃 让我进言到 他不是肾老鹅 这是虎肤 45块钱斤 不错,味道太好 多了 你看看,这个烫吧 有个胆条点啊 好吃好吃 还有他这个币点的鸭肠子 往那一串下 这家老鹅都快点走了 这家老鹅都快走了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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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我的铁肠子 四年就画出我了 必须炸掉 必须炸掉 这是配到你鱼肉趁烤的这个甜品 嘿嘿 我看过一个 什么叫金汤老鹅 拿来 他 一定会炸到你 铁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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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第二期请价做的是第七年 其实这个店吧 要赶上来採钱 别的恐怖 港版的在那有半年左右 哦 半年自己都住 一只就一道菜 五年下来 下来这一号 上天吃了一点,如果年轻的话,几百东西都可以转来的 现在把这个品牌做这么大,肯定这个经济时候可为了 对,这就是一个经济时费,我们做唯一的菜 我们的初来没有做过这个客户去做过英雄,来的全是一些客户在客户做的就是口北 刚刚那三个人吃多少钱?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 还吃美食,一百多块钱是三百多块钱,十个人多钱 十个人吃三十多块钱,所以他在这里都不好吗?